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二个周日 再给大家看看我的花园吧 这段时间呢,天气变化非常大 前几天有差不多到30度 昨天和今天呢,就很冷 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呢,是8度 我现在呢,头上还戴了一个毛线帽子 因为真的很冷 而且呢,风特别大 所以的话呢,很多花呢,都被风刮掉了 这是我的勺药 上周给大家看花园的时候呢 这个紫色的勺药呢,还没有开 可是现在呢,已经差不多了 风呢,都把这个勺药的花瓣呢,刮得不成样子 它本来是非常非常美的 但是现在呢,已经有点七零八落的意思了 很可惜,没有看到它最美的时候 这里呢,有两颗小小的锦带 值得一看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颗呢,是我三年前牵插的 今年是第三年,牵插的是前年牵插 牵插的枝条呢,只有两寸长的枝条 去年没有开花,今年开满了花 但是有一点呢,非常奇怪 我为什么牵插这个锦带呢? 因为我当时呢,看到它是花叶的锦带 可是我牵插之后的苗呢 它现在完全是绿叶,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 还是说牵插之后呢,就变成绿叶了 但是开满了花,相当有成就感 这个呢,同样是三年前呢 我从沃泰华亲戚那里挖来的 Leopard Plant 叶子呢,像荷叶一样大 今年呢,长得特别好 可是现在呢,是早上阳光呢 非常的足 叶子呢,有点粘 下午的时候呢,就会非常非常好看 很精神了 今年长得特别好 看叶子有多大 它秋天呢,会开大大的黄花 像向日葵一样 这里呢,有两株蕨类植物 这株是我最爱的 因为这株呢,会开花 它的花呢,非常有意思 有一种很浓的 非常新鲜的蘑菇的味道 我从来没有闻到过任何花呢 有这种蘑菇的味道 很好闻 这颗绝对在我这里呢 应该有十年都不止了 旁边呢,有一颗Japanese Painted Fur 也是有很多年头了 可是长得很小 现在还早它出来晚 晚些时候呢,会大一些 这是树下 昨天已经看过我吊在树下的兰花了 去那边看一下吧 今年的丁香呢,开得不是很好 只零星的开了几朵 已经差不多要落了 铁线连和往年一样开得非常好 基本上都看过了 看几种没看过的吧 这个刚开Zara 它是三类铁大道系 很多花 它呢,只有长一米多高 从地上长到一米多高 也能开上百朵花 会开得非常满的 这里 看一下它有多少花苞 密密麻麻的 晚些时候 旁边这些铁线连落了以后呢 就是它们上场的时候了 这边的 这边的 Pink Fantasy 也开得很好了 这两棵呢 我种得有点近了 看起来呢 这个Nelly Moser呢 和这个Pink Fantasy呢 撞色了 刚开的时候呢 颜色呢 比较深 开一开呢 就变成浅的了 这是Carnaby 长得不好 花呢 也开得很小 红鸟 最近 开了一些 不是太多 但是已经不少了 这是三类铁 开得已经算挺早了 看这株紫色的 开满了 哦,这个 Rhapsody 这个开了 这是我最爱的 蓝紫色 深紫色的 铁线连 它刚开始开的时候呢 花瓣有一点翻转 过一两天呢 就好了 它的颜色呢 真的是特别特别 蓝紫色 带着一种金属光泽 看起来 目前开的也不算好 因为没有几朵花 多蓝之前已经看过了 这个是蓝山谷 Blue Ravine 现在最近这几天呢 开得多了 这是牛比 鲜红色的 花朵很大 The First Lady 另外一种小的地被呢 开始开花了 这是应该叫做老鹤草吧 我的鱼美人呢 橙色的已经开完了 还没给大家看 另外一种呢 就开完了 那些呢 是粉色的 也被风吹雨打得 有一点不像样了 这里呢 有一小排Sage 鼠北草 这是紫红色 这是紫色 这是紫蓝色 它们呢 长得非常规矩 一簇 但是唯一的问题呢 就是要快速的花后呢 快速的把种子剪掉 把这个花杆剪掉 不然的话呢 它撒紫很快 勺药开得差不多了 这和旁边那个 刚才最早看的一样 是玫瑰红色的 鱼美人现在已经只剩种子了 我已经剪掉了大量的 还有一些 我走得近一点 看一看这朵花的细节 这儿密密麻麻的 我都没有地方下脚 这里有一朵 看一下吧 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这朵呢 没有完全张开 三类铁线连呢 陆续开放了 这是 我最爱的三类铁线连之一 已经很多花了 这个是红色的直立铁线连 唯一的红色的直立铁线连 inspiration 很快就要开花了 这是乳姑奇 紫铃铛 很多花苞 陆续开放了 居然看到一朵 重瓣的铁线连 我都还不知道 它的名字是什么 这是今年第一次开花 因为在树下呢 比较阴 这个地方长得不好 不过这朵花很惊艳啊 你看多少花瓣 这是Alien大花葱 这个可能叫做Globemaster 我说的有篮球大的 这个绝对是比篮球还要大 但是今年长得不好 因为呢 都挤在一起 也是该分珠了 非常大 直径有二十多厘米 非常非常大 今年长得不是特别丰满 但是这种呢 本身也不像那些 其他的大花葱呢 那么丰满 但是呢 它长得像一个星球 非常有意思 Lupin 之前有一棵已经开完了 有两棵已经开完了 这是一棵深蓝色 深紫色 应该说什么颜色呢 非常非常漂亮的直立铁线连 Durandy 刚刚开花 这是三类铁 花呢还没有完全打开 颜色特别特别美 很多花 这个 Vancouver's Seabree 地方种的不好 没有地方给它爬 所以呢 开的也不是特别好 这些是Rasperry 红莓 一周左右 一周左右就可以吃果子了 旁边居然还有一朵 勺药 白色 带一点点粉 也挺美的 这个可能叫做 Sara 这里呢 还有一点 西伯利亚鸢味可看 看它的颜色多漂亮 特别特别深的 蓝紫色 旁边呢 是一棵白色 紫露草 两种 我有两种 一种呢 是浅色的叶子 你可以看到 花呢 略大一些 一种呢 是深绿色的叶子 花呢 略小一些 颜色呢 都差不多 它们花期很长 好大一堆 这是Annabelle Hydrangea 已经开始长花包了 绿色的绣球 现在呢 来到这一边 又是铁线连 铁线连 还是铁线连 铁线连呢 是我 最爱的 室外花卉 毫无疑问 是我最爱的 我有六十多种 有的呢 有两三棵 所以的话呢 花园里呢 到处都是铁线连 这是Hole of Planting 我一下子 叫不来名字了 看多美啊 好像是李扬 李扬村庄 或者是什么 这棵我现在确定了 它的名字呢 是Dr. Ruppel 这是Elena 爬在山梅花上 山梅花呢 也很快就开了 哦 这里 已经开了一朵 山梅花呢 特别特别的香 等它开的时候呢 满院 都是它的花香 是橘子的味道 好了 今天就看到这里吧 下周再给大家 看花园的 其他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